新婚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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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能找工作是吧 是 你是干啥来了 新婚快乐 我最近没活啊 是因为气氛没弄好吗 上了一些特别大的舞台啊 问说考核已经开始了 现在就开始了 你已经扣分了 为啥呀 你自己猜一猜 这橘子皮怎么能不收呢 这橘子皮为什么不收 这个脱步 这个杆 还有什么需要帮忙呢 你看这我这忙的都过不过来 不可开交的是吧 你是个前台是吧 我是这个跟你介绍一下我的职位 我是传达组的组长 就是前台 不是前台 你跟你说你要是这样的 你这个门都进不去 还是有些权利的 对 就是你跟他们 不能直接对话 就是你得跟我说完 我跟他们说 哦我明白了 你就是一人之上 其人之下 哈哈哈哈 是这个意思吗 可以这么理解 但是压你够够的 哦那行明白了 那我现在需要干嘛呢 你现在这样 我不信你空手来 我 哎呦那 我跟你我再跟你说 面试题我知道 转账吗转账吗 哈哈哈哈哈哈 你觉得太恐怖了 你们这个节目把人机都录出来了 杨文文 哈哈哈哈 你弹头巾了吗 哈哈哈哈 不是你们不会八个人 每个人卡我一刀吧 干嘛呢 上不上班了 老师好 我找工作 但他卡我 他说我不给他钱 不然我上楼 哎呀哎呀哎呀 哎呀哎呀 你能调点声吧 哈哈哈 你以为呢 刚刚一百现在可就不是一百吧 要撞高普 对吧 我不管这事啊 我又不是领导 这里没好人 哈哈哈 二百 一人一百吧 一人一百 得嘞 哈哈哈哈 咋也有钱 这就是吉祥吗 上面更黑暗 哈哈哈 怎么还没上来呀 来了吗 我们领导都等着 那他们上来 他们下边不会要提议吧 哈哈哈 他们的天员 我俩亲得去 快快快 来了 有点样 来了来了来了 别慌别慌 来了 有点样这什么呀这是 我相信你先等会儿东西 我先传打一下 让进吧 稍等一下稍等一下 你接下来 大家严肃点 不是你真的站一下 你不得传打 悬念是新人觐见 进来不都宣了吗 你们不说请进我哪敢进 什么态度 从心窍 进 进 各位老师好 我去来找工作的 这个屋怎么这么乱呀 可以可以 现在这年轻人啊 在社会上学了一些东西回来一下 说了这么多话 好像口有点渴了哈 有点口渴了哈 怎么张嘴 没杯子老师你看想吃点甜的 有的时候能嚼点什么 对 快快快快 在这好像没洗 啊不然不健康啊 哎呀你看看 就洗一个 就洗一个呀 哎呀 哈哈哈哈 我要不是上位出版能不能忘今天 哈哈哈哈哈哈 快快快 太好笑了吧 我先吃一个 哎呀你一下子看到谁是领导了 哈哈哈哈 还挺懂事 你不要太紧张不要老搓手 你显得你有些举处 不是不是我说你尾巴夹门外了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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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作为介绍一下吧 看我的简历了吗 没看 看春晚了吗 哈哈哈哈 我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一个 气氛大王 就是来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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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哈哈哈哈 です普普通通的 现在气氛吗 从零开洗人家 你现在感觉太可怕 哈哈哈哈 就是来学习 学习突火秀的 啊那你先坐吧 你先坐吧 我要老站 顺庭看看 来了来了 来了 我是谁 你当然是当今透过秀女王 我叫什么 你叫杨丽啊 好 那我现在是谁 你是那个那个什么 邓丽萍 再给个机会 我出钱 你是你是哪里出了问题啊 那瓶不立着呢吗 我都问你半天我叫啥了 杨丽 杨丽萍 邓丽萍 杨丽萍 邓丽萍有这个人吗 有这个人 他要带个亚评好不好 这孩子刚才 在楼下给我俩转了钱 没事 我们给他透了那道题 那怎么答呀 但是呢 他没花钱买答案 你给他进来 对 这个废话 你 你可以直接买答案 不用买t 那他怎么知道 这个答案是哪条题的呀 我也来先传达一下 我们新人的意思 他就是想 请大家吃饭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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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哈哈哈哈 今天来解决另外一个问题 会搞气氛吗 其实我一直很想现场看春晚 哦 有请 气氛大王 那你搞一下气氛吗 搞一下气氛大王 快来啊 搞气氛 搞气氛 哈哈 他把我的头 他把我的头拿掉了 七分大王 哎 国仔 你觉得出版最有七分的 那当然是半年了 好啊 我还有什么 你还有我呀 谁 谁 是你吗 小鸡 你 哇 简直就是我的梦鬼呀 哈哈哈哈 放过我吧好不好 这也太耻辱了 哈哈 我搞成功了 好 欢迎 谢谢 然后 有这位 不 主任主任 我有一个提议 你说说 这个我们 我们几个是一点才艺没有 这只有王冕是音乐脱口秀有才艺 对 我觉得我们作为一个编剧部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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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团 我们应该有一首自己的歌 哦 我们有团歌 哦 那么按照你的意思 那么王冕就是音乐总监 哈哈哈哈 我们给你一个音乐总监的称号 然后你给你写一首歌 写一首歌吧 行 那我正能写一首 好好 你先拿个专 音乐实习生 干好了再生 干好了再生 都是这么干起来的 哈哈哈哈 行 现在 那个 王冕同学 鉴于你刚才在面试过程中 优异的表现 已经你看也洗离了 也收拾卫生了 非常的 搞气呗 哈哈哈哈 所以说最后 决定你为我们的 刺激生 这是聘输 哈哈哈哈 你不能怨疾 你知道吧 哈哈哈哈 是我怨疾 哈哈哈哈